这事不该烦你 这钱的确应该两等分 不过呢 是我们哥儿俩两等分 阿叔 什么两分啊 你和我三叔一人一份 为什么没有我妈那份啊 我爸那儿不是还有三分之一呢吗 你听我说 蓝蓝啊 这不是我们哥儿俩的意思 因为爸临走前呢立下过遗嘱 里面明确 身后财产两等分 分给我们哥儿俩 对吧 遗嘱 好 爸 爸立遗嘱的事您也在场 是吧 您跟大嫂解释两句 妈 这是真的吗 爸的遗嘱上 真是这么写的 是真的 当年 我是在场 哎呀 哎呀 当初你爸爸在临去世之前 他说 老大已经先走了 可是老大 可是老大 给你们留了一套房子 你们的日子啊 后来一直过得挺好 挺富裕的 两个门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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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特别争气 你看 二陪三陪 你这两个弟弟 一直住在那个小屋子里紧紧巴巴的 我妈过了大半辈子 日子过得呀 一直是很不富裕啊 这你也知道 你一直是在帮衬着他们 当老人的 多少 都有点儿偏心眼儿 妈对不起你 叫你受委屈了 您怎么能瞒我妈 瞒这么多年呢 这事 您为什么不早跟我们说呀 我 我 我害怕 我怕我说了 我说了你妈不管我了 奶奶 我妈怎么会不管您呢 还有 二叔三叔 这事你们早就知道了 你们怎么对我和悠悠 我们俩都无所谓 我们已经长大自立了 但是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妈呀 这是爷爷的意思 跟我们俩有什么关系 奶奶都说话了 裴兰 我告诉你 你这话说得太难听了 我和你二叔执行的是你爷爷的遗嘱 知道吗 你们别拿爷爷的遗嘱出来说事 现在倒把自己撇得干净 妈 咱不待了 咱走 叔叔冲几天就走 这房子一天也不得了 我叔叔冲一点 咱们接近回我们家住 不是不是 你们你们这 二哥 别走 你们这什么意思这是 你们怎么走啊你们 奶奶 如果我们现在再叫不走 就只能等着叔叔们赶我们走 这房子我们实在是住不下去了 我们也不在乎这点钱 不是说我们自己家有房子吗 我们还真不占这个便宜 谁敢谁走 谁占谁便宜 你小辈儿有这么跟老辈儿说话的吗 您听听 这没规矩了吧是吧 规矩 那我们就说说规矩 是我承认 没有小辈儿这么跟长辈说话的 那有长辈儿这么对待小辈的吗 我戳到你们痛处了 你们一下就急了 听到房子要拆迁 一下就跑过来了 还让亮亮到我们家当什么眼线 你以为我们家里人都是睁眼瞎呢 我告诉你 那是我妈不想跟你们一般见识 你们懂吗 什么呀 你们好好问问自己 我妈照顾奶奶这么多年 你们来看过几次呀 说过一句话没有 帮过一把手没有 一听到钱就跑过来了 你兔子跑得都快 什么长辈啊 都是一帮跳梁小丑 妈您听听 三弟你听听 有这么跟自己叔叔 这么说话的吗 你还说亮亮是眼线 你妈怎么教育你呢 我说 却教啊 一点规矩都没有现在学 二叔 对不起我插一句 我实在看不过去了 我觉得裴兰姐说得对 虽然我岳父不在了 但是我岳母还在 悠悠也在 裴兰也在 你们这么做 确实太欺负人了 太过分了 我说你呀 你一边上去 这是我们老陪姐的事 跟你们老辈家没什么关系 这嫁出去女儿泼出去的水 悠悠跟兰兰都是别人家的人了 你有什么说话权利呀 你别呆着听 不是 我就纳了门 你是哪个庙里的和尚 轮得着你说话了 怎么说话呢 三叔 你说我怎么说话呢 他怎么就不能说句话了 他就是我们家庙里的和尚 怎么了 我没跟他好 他也是我们家一份子 为什么就不能说一句话呀 心里想的那点事 大家都清楚 不就是为了那点钱吗 一帮小人 行了 行了 别吵了呀 有话就不能好好地说呀 都一家人 一家人 一家人 奶奶 您现在学会说一家人 当初 当初爷爷立遗产的时候 您怎么没想到 我们是一家人呀 一家人就得公平 你们大伙都听听 有这么跟奶奶这么说话的 妈 您听听 您听听 姐 你 奶奶身体不好 你 别说了 什么身体不好啊 咱们家都被人欺负成这样了 我为什么不能替妈说句话 骗子 闭嘴 你们两个的话 我都听清楚了 搬 肯定搬 但不是今天 你们的话要说完的话 就可以走了 没什么 没点规矩 妈 妈 妈 你没事吧 妈 你有气 别在心里憋着 这样会憋出毛病来的 再说了 跟他们啊 咱饭不上 妈 你开门让我们进去吧 就看看你 妈 你听见没有啊 你好烂也回个声 你这一天都没吃没喝的了 要不我进去给你送杯水 你喝一口也好啊 别废话 该干嘛干嘛去 他妈不会想不开吧 说什么呢 咱妈性的强 让她一个人静一静 肯定能挺过去的 小冬说的有道理 要不咱先去看看奶奶 走吧 谢谢你 妈 不哭了 妈 不哭了 我 不哭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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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对不起你妈妈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 奶 您别怪我说你 您这句对不起 来得太晚了 这些年 那遗嘱我一直想盖 我 只都 我 对不起我 我 我 是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行了 别哭了 奶奶 我知道 你们是那么说开我 你们心里都在蔓延我 悠悠 你妈不会一辈子不原谅我吗 不会的 原不原谅不重要 奶奶 您自己好好想一想 我妈这么多年来 任劳任怨 一直那么细心地照顾着您 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呀 她真是拿您当亲妈一样看 可您怎么对她的呀 蓝蓝 我也是真心事意地把你妈当作我的亲闺女啊 再亲的闺女也是当的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 那关键的时刻 儿子就是比媳妇强 钱不钱的并不重要 您现在是伤了我妈了 你伤她心了 行啊 姐 你别说了 奶奶 别哭了 不哭了 没事啊 我妈她不会真生你气的 不会不理你的 我知道 你妈 你妈是干剩我的心 奶奶对不起你妈呀 别哭了 别哭了 奶奶 我扶你进屋坐会儿 休息一会儿啊 慢点儿 久了 男人 别哭了啊 等会眼睛都哭肿了 嗯 来 冷冷冷 行啊 我今天晚上就要留下来住 那我陪你一起 嗯 睡不着啊 睡不着啊 这一天发生了这么多事 哪睡得着啊 这还真不像你的性格啊 平时比谁睡得快 比谁睡得像 叫都叫不起 我有那么没心没肺吗 担心妈呀 不过也是够刺激的 今天那要换成我妈 早先桌子了 老公 今天你说的那些话 真的让我觉得 你特别牛 关键时刻 八道相助 方显英雄本色 哪一刻我爱死你了 我知道 说正事儿 别老跟我扯那没用的 我跟你说啊 明天一睁眼儿 咱就给你妈收拾行李 立刻就走 拔腿就走 一定得走 绝对不给敌人留任何情面 你不怕呀 你不怕这个计划 狂人又把你计划了 乱计划就计划 那能怎么办啊 在这种时刻 咱们必须得做 妈坚强的后盾 咱们不给她温暖 谁给她温暖 是不是 那要不就跟你那些 二叔三叔有什么区别 咱还配做儿女吗 你真是有情有义 我陪悠悠就是没选错人 放心吧 陪女士 不不不 陪小姐 不不 陪娘子 有我魏大侠在 江湖再多风雨 也会雨过天晴的 你这话还是留着跟我妈说的 这话不可说可做 好 没涮的你妈送饭去吧